雅各书第五章讲的清楚 有病痛的人 就来寻求医治的祷告 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 医治祷告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 要奉主的名来祷告 各位同学说 来 要奉主的名祷告 为什么要奉主的名 因为医治的能力 其实是从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涌流出来的 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 我们一同学来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看见耶稣的救恩太重要了 我们相信医治 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的恩典 这是什么样的恩典 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是一个代替性的恩典 这节声音讲得很清楚 代替什么呢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而且担当我们的什么 担当我们的疾病 今天当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 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 回到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面前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而且这时候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 换句话说 今天因着耶稣所受的刑罚 我们是可以得到平安 正如神应许所说的 因着祂所受的鞭伤 我们是可以得到医治 这是在十字架上一个伟大的代替的工作 所以今天当你我在病痛当中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 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意念 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你来思想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 那个医治的恩典就能够在这个时刻 涌流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当你安静下来来思想的时候 你就发现圣灵能够把医治的能力 带到在你生命里面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奉主命来祷告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透过敬拜 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定睛在耶稣身上 来欢迎耶稣登上你生命的宝座 让圣灵能够自由地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当耶稣登上宝座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 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这里说 犯罪是属魔鬼的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要怎么样 除灭魔鬼的作为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遵从耶稣的时候 欢迎耶稣登上祂的宝座的时候 神的儿子显明出来 就要除灭一切魔鬼 撒旦的作为 要断开一切疾病的困索 Amen 所以第一个要奉主命来祷告 将你的心思意念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 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代替我们一切的疾病 Amen 第二要凭信心来祷告 祷告一定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神不但垂听你的祷告 而且要相信神的手正在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容易灰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见神的工作 好像看不见任何的现象在发生 我们总觉得 好像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 但是实际上神的眼目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神的宝贝也从来没有偏离过 祂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你我身上的工作 Amen 因为就有一次 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马可福音帝十一章记载说 祂每一天晚上回到伯大尼睡觉 第二天再进城 有一天祂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远远就看见无花果树 祂就想吃这无花果树上的果子 可一靠近了无花果树 发现上面没有果子 耶稣就咒诅这棵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树 可能是要教导门徒 若无花果树不结果子 就没什么用处了 同样我们生命不结果子的话 就没有公用 但无论如何 耶稣是咒诅那棵树 当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 咒诅完了 很奇怪 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了 叶子也没有枯干 枝子没有下垂 可能在旁边的门徒看了就有点很纳闷 以前耶稣一咒诅 叶子就枯干 这次一咒诅 Nothing happened 心中很纳闷 哇功利大减 心中很彷徨 怎么回事 就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再进城 再进城就发现 这棵树已经枯干了 而且这十一章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就看见无花果树连什么 根都枯干了 哇 换说当主在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的时候 其实这棵树已经枯干了 但是不从表面枯干起 这棵枯干的时候 根部开始枯干 从根部枯干起 表面上看起来 Nothing happened 表面上看起来 叶子都好好的 但神的工作 已经从根部开始工作 哈利路亚 弟兄姐姐 今天能说我们人的眼目 也常常只看见外面 只看见叶子 不是吗 怎么好像这个疾病 好像还在呢 好像没有除去呢 可没想到 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 常常从疾病的根部 开始工作 哈利路亚 你要来确信 你要相信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相信神的时候 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的 Amen 第三 要欢迎圣灵来工作 跟我一起来说 来 要欢迎圣灵来工作 我们看见 雅各在教导 我们说要用油抹病人 用油抹 就代表圣灵的工作 弟兄姐姐 今天当我们在做 医治祷告的时候 要很清楚明白 医治的能力也是借着圣灵而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欢迎圣灵 在我们中间自由来工作 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我们教会祷告会当中 我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要求圣灵来工作 好在我们中间 能够预备一个医治的环境 我愿意感觉这太重要了 你知道医治是需要一个环境的 好像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就有一种信心在它里面产生 你要知道 你要得医治 必须要凭信心 那个信心从哪里来 没有办法从自己来 没有一个人从自己里面产生信心 他必须要到一个环境 一个医治的环境 当他走进这个环境 自然他有一种信心 能够相信神的话 能够相信神的作为 有信心来领受医治 你们 而这种医治的环境怎么建立呢 就必须借着祷告 能够欢迎圣灵的工作 来建立这样一个医治的环境 就好像初代教会 你看见初代教会 在神面前的呼求 怎么呼求呢 史诗经文第四章第29节 这里说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 我们看初代教会怎么说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使神迹及时 因着你圣扑耶稣的名 行出来 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 他们就在神面前 有这种呼喊 有这种呼求 主要伸出你的手来 因为不是人的手能够做的 只有你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我在灵里面就看见 神也要在我们教会 做同样的工作 神要伸出祂的手来 我们在灵里面要看见 神的手正在这里运行 你要凭信心看见 神的手正在我们中间 神要伸出祂的手来 就能够医治疾病 不是人能够做什么 是神的手能够在我们中间 来完成祂医治的工作 我们要求圣灵来 亲自涌流在我们中间 我们要看见 当人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 人的心就要回转来归向神 前一阵我听到人讲一句话 我非常地阿们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我们在工作 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就是神工作的时候 哈利路亚 这回我们需要祷告 祈求圣灵来 我们看见 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 而是神的时候 在我们中间 能够成就祂奇妙的作为 是神经历分子 明镜花 现在是神经历 得有关系 能够 distance